吉安湘工所和吉安农会 攜手办理了比较传统水墨 以及现代水墨之美的四身展 由农会家政国画班的老师彭梅英 以及学生一共15人联合展出 除了传统的山水、花卉水墨作品之外 还有融合中西绘画的现代水墨作品 也欢迎爱好艺文的民众 能够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来欣赏 吉安湘工会家政国画班成立六年 家政班姐妹们从指挥下厨做菜 到学会拿画笔画国画 大家认真努力也开发了个人潜能 展现令人惊艳的艺术成果 在这个国画的领域里面 我们是非常的陌生 也很遥远 完全是看不懂、听不懂 在人生的旅途里面 根本都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们能够画出雄壮的山川 蜿蜒的小镜 蒸起斗艳的花茶 气势磅礴的瀑布 徐徐如生的小鸟 满天的彩霞 如今我们开画展了 让我们的家人、朋友都非常的感动 以佩服 指导老师彭梅音表示 这六年来看到学员们的努力 让她很感动也很欣慰 对于家政班姐妹们的作品 她感到无比骄傲 六年前 我们和这些同学 大家都是完全没有 也完全没有基础 也不会拿笔的 可是他们的学习精神 让我非常感动 同学之间的帮忙、支持 互相勉励 每画的衣服 自己认为还很满意 或者挂在墙上 墙上没有得挂 放在地上 晚上睡觉、刷牙、洗脸 还会专程再跑去看 然后看到自己画得这么好 心里那个是非常满足 而且很有成就感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有 想让游淑珍表示 相公所每个月推出 精彩的艺文展览 让在地优质的艺术创作 可以让大家看到 也欢迎乡亲和游客 来到浩克艺术村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5月1号开始 到5月31号 请我们的乡亲 来到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看看我们姐妹的生活画作 心情的故事 来了解我们客家的文化 我们园民的精彩 以及吉安 自然生态 亲子孕育的这样的一个 自然美景 跟生活艺能的空间 欢迎大家来到吉安 浩克艺术村 比较传统水墨 与现代水墨之美师生展 除了有传统的山水 花卉 水墨作品之外 还融合了中西绘画的 现代水墨作品 有47件 展期直到5月30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 吉安浩克艺术村 来参观欣赏 建议会吉安相报道